抽出一把刀出来 像和平精英 还有那个谁 那个血腥的味道 是谁 我看过这个 这个真的有点感觉偏离 比那个电影的唐人家 要做的好多 比那个电影要更偏像学艺 还有那个谁 因为我特别喜欢那个 他的演技特别的 王宝强在里面就出现了 三分钟 网剧花销就那么大吗 这个邱泽演的这个人好像有通灵的那种 我感觉那个是 这个演技很大 比较恐怖吧好像 就更像那种精索片 我的最反转的就是他那个学生 其实是个杀手的妈呀 之前刚开始就那种 阿老师这个 就像柔了作作的 后面就抽出一把刀出来 这个感觉 这个怎么有点像那个吃鸡的现场 有点像和平精英 太神奇了 造型太丑了 这个《唐人街探案》里面增加了一些 一种循环的成全 它好像加了很多游戏的元素进去 这个估计就是它一个系列 其实好好看 网剧《唐人街探案》的预告片 《唐人街探案》在网剧这边的发展 《刺激战场》的那个真实画面 手榴弹还有激光箱什么的 让我印象挺深刻 有啊有啊我觉得特别好看 有听到过 因为那个《唐人街探案》在网剧的话 还是有比较多 有就是在鬼鬼圈的时候 有点烂味 然后所以后面我们不用再看了 到第三个故事现在有点断了 跟前面不太能衔接上 让可喜可贺 剧情的紧凑度 和那个吸引的程度 这是中国元素的 当然同时也是有一些就是魔法 科幻 在中国电影来说 我觉得还是算一个创新和一个突破 因为他司机讲一个故事 其实他的整体长度的话 差不多是两个小时 拍摄技术上应该有很多 真的算是一个里程碑吧 我觉得哇 感觉自己的智力又得到提升 提升但是呢 又没有太碾压我的智力了 那小说就名字叫做 《我有一座服部屋》 主人公就是能看见鬼 就是主人公遇到的危险 其实往往和鬼 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遇到鬼 你还能够就是九死一生 但是你遇到人就十死无生 是 他名字叫做《东方快车谋杀》 最后的反转是 那个年轻的美少女 竟然是一个奶奶 为她的外孙女去复仇 剧情也就是缓缓紧扣 然后还是比较精彩的 《白夜追凶》的话 虽然国产 做得非常好的那种破案类的 侦查类的剧了 后面我看了《无证无之罪》 他里面有一个我特别特别喜欢的演员 《神话》里面 一下我记不清他名字了 我希望刘晃然展现他男人的魅力 张军宁的话 会更愿意去接受一些我们熟悉的 有熟识度的一些演员 比较期待那个画面的呈现 给人一个表圆满 但同时也能够给那个网剧一个伏笔 是日本那样我们反而不太熟悉的演员 我就觉得他演成啥样 我觉得对我来讲都是可以接受的 都是第一次的 能够给人一个就是结束感 因为可能以后这个会成不倒 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 记得给我们点赞 收藏或者分享哦 喜欢我们这些视频里面的东西的话 可以点击旁边这个框框 看我们视频之后一定要点赞哦 关注关注关注 拜拜